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不用加油就飞遍全球 办法很简单 给它装上核反应堆不就可以了吗 既然航母和潜艇上都能装 为什么飞机上就不能装呢 对啊 可以吗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核动力飞机的话题 不知道你听了它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呀 总之我想到的前几个问题是 这核反应堆能缩小到塞进飞机的机身里面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飞机提供动力呢 然后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 辐射会有多大 好 那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看吧 实际上早在二战刚刚结束 人类才刚刚真切的感受到原子当中 蕴藏着的无限力量之后 没多久呢 对于原子能的渴望就已经渗透到了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要用核电站来点亮城市的夜晚 要用核动力汽车载着老婆孩子去兜风 要用核动力火车装着梦想去远方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民用 谈起来风花雪月 做起来步履蹒跚 但军用可就不一样了 效率那可就高度了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核动力研发计划 并且都渴望着同一样东西 能够不停下来加油 就直接飞到对方上空的轰炸机 所以把核反应堆装飞机上 这事人类早就已经干过了 并且因此诞生了两架轰炸机和两台核动力引擎 分别是美国的康威尔NB36H和苏联的图95LAL 以及装在它们上面的HTRE3和NK14发动机 我们稍后再分别来介绍它们 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装在飞机上的核反应堆 究竟是怎么给引擎提供动力的 其实只要把这两者的工作原理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 先说核反应堆 它通过核裂变来产生热量 所以能够提供出持续而大量的热 核电站的做法就是拿这部分的热去烧水 让产生的高温蒸气去带动发电机旋转 进而发出电的 那么在飞机的引擎里面 核反应堆也是这么先烧水发电 然后再给电风扇供电让它转起来的吗 这个我们就要结合飞机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来看看了 很巧就在前两期我们还仔细的讨论过 如果在座还没有看过的话 大家可以一会儿去补下课哦 飞机的涡轮发动机核心呢 其实就是要把从前方吸进来 并通过压缩机压缩之后的空气 在燃烧室里面加热 使之从后面喷出 带动涡轮旋转的 传统的方式是 要往燃烧室里面喷油 然后点燃这部分混合气体 使之上升到工作温度 你想想看 要是核反应堆参与进来 会接管哪个步骤呢 自然就是燃烧加热的那个步骤了 让从压缩机过来的空气 以某种方式跟发热的核反应堆接触 不就完成了把它变成 高温高压的 炙热气体的目的了吗 哪还用得着烧水发电呢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把 原来的常规喷气式引擎 改造成核动力喷气式引擎的 只需要保留前后 隔开中间 插进去一个核反应堆的模块 就可以了 并且呢 如果还是采用 直接空气循环方式的话 就更简单了 什么是直接空气循环 就是指从压缩机进来的高压空气 被直接接通到核反应堆的堆心当中 一方面为堆心降温 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直接的 从这些燃料棒身上获取热量 从而达到原先有燃烧室 来对空气加热的效果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 因为没有中间过程嘛 所以热效率很高 但缺点也很明显 这些跟燃料棒直接接触的空气 在之后是会从引擎的尾部 喷射出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 核辐射会随之 大量的散布在大气当中 完全无法接受 所以与之相对 就有了一个叫做 非直接空气循环的结构 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 通过压缩机的空气 不会直接接触到反应堆的堆心 而是会与某种中间介质来做热交换 这些中间介质呢 通常是在密闭环境下 不断循环于堆心和外界的水 或者是水银 它们将反应堆的热量带走 帮它加温 也将这些热量带给压缩空气 帮它加热 由于是在密闭环境下循环的 所以好处 自然是大大降低了核辐射 但与此同时 也降低了热效率 1950和1960年代 美国和苏联据此思路 都分别开发出了 各自的核动力轰炸机 美国方面 通用提供了一台 由J4系喷气式发动机 改装而来的 直接空气循环式核动力引擎 HTRE-3 被装在了一架 也是改装的康维尔B36上 其名NB36H 为什么选这家来改呢 因为美军翻遍了自己的军火库 发现只有这么一架 是能够拖着HTRE-3起飞的 你就可以想象 这玩意儿有多重了吧 它的裸重就有45吨 还没有算上一个 由不锈钢和水箱 组成的全包式屏蔽外壳 在起飞前 它会从防护森严的地库中 直接吊装到NB36的炸弹舱里面 为了减少反应堆 对机组成员和机载电子设备的辐射 机舱当中还应该要 再加上后后的牵绊才行 但是很明显 要是飞机真的把牵绊带购 它自己也哪都别想去了 所以只能是在反应堆和成员之间 装一个厚13厘米重5吨的牵绊 在成员舱那边 用11吨重的牵和橡胶混合屏蔽层 保护起来 座舱玻璃也是厚达30厘米的含牵玻璃 1955年9月17日 这架打开了核反应堆的NB36 首次飞上了天空 紧随其后的是一架全副武装的B50 一方面是监控和记录 从前方飞机中释放出来的 废弃的核辐射几辆 另一方面是预防万一遇到 追击可以快速的封锁现场 这样的实验飞行进行了46次 那这台HT-R13核发动机的表现过关吗? 实际上在这47次的飞行当中 没有一次是由它来给飞机提供动力的 按照军方的说法 他们只是在测试核发动机的屏蔽效果而已 看起来相当的谨慎 不过也亏好是他们相当的谨慎 因为美国多久呢 这台发动机是真的由于温度传感器的故障 发生了一次堆性轮毁的事故 太可怕了 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想想还是不要去承担这种 没有太大必要的风险吧 于是肯尼迪总统最终在自己的任期 谨慎一个月的时候 终止了空中核推进的计划 再看苏联那边啊 美国有了 苏联感没有吗? 于是同样也是在自家的发动机上改造 在自家的飞机上改造 黑科技的核动力飞机图95LAL 便单身了 装着核反应堆的也是炸弹舱 它是将一架图95M 靠近机身的两台NK12涡奖发动机 换成了专门设计的NK14核动力涡奖发动机 改造而成的 前后也一共试飞了34次 大部分时间呢 核反应堆是关闭的 开启的次数呢 寥寥无几 但就是这么几次试验 充分验证了核动力飞机的可行性 据初步估算 295LAL一次性能够绕地球赤道 飞行80圈不停歇 前提是飞行员还没有死 被辐射死 跟美国的NB36H一样 尽管在驾驶舱裹满了厚厚的牵绊 但辐射剂量依然是相当的致命 所以最后苏联政府也不得不认怂 跟美国一样叫停了核动力飞机的项目 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咱们再来看看核动力飞机 有可能伴随着可控核聚变 一起再度变成现实吗 我是火箭叔 关注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